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我们的机关干部的文化水平都不低 但是毕竟他们不熟悉现在的教育体系啊 你说大把手吧 帮帮忙 还行 还是需要正规的小学老师啊 那是高生涵的女朋友吗 没跟我说过 不知道 好像是跟她女儿在一起 你说这现在年轻人哪 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感情事情啊不好说 我听说高盛涵和曾子墨之间 他们曾经有段感情 对 高盛涵 曾子墨 崔华顿 他们三个一起到五里了 他们故事可多了 高盛涵为了成全崔华顿 一个飞行员 非要参加特种兵集训宣报 咱们劝都劝不住 后面的事情你看档案就该了解了 两个离了 一个丧会调回来 现在的事你了解 面对面做一个办公室 那真是瞎落相逢啊 那她俩现在怎么回事 这女孩又怎么回事 我哪听到 干部的婚恋问题我们应该重视 尤其是她们三个 都是优秀的青年古代 是组织上重点的培养对象 我们呀更不能掉以星星 这次我到灾区去找她们三个 好好地谈一谈 这位你说得太对了 我过去啊 确实是注意不够 我总觉得她们是成年人 感情的事情能少插嘴 少插嘴 她们自己会处理好的 现在看来啊 我是欠考虑啊 我们呀不光要关心她们的事业 还要关心她们的爱情和家庭 很多事情需要 所以有筹缪啊 周围 说太对了 从现在开始我就要提高警惕 小心这些年轻干部走弯路 倒不是走什么弯路 只是沉浸在感情的漩涡当中 没有人能够有好心情 你看看 她们都是空中飞的 天上跳的 又是水里浅的 都是军队中的高位职业 你看你是老飞行员了 我说都是搬懵弄斧在这儿 别别别 周围 你说得太对了 太对了 我过去啊确实是关注不够 我觉得她们都是成年人 但她们也是军人 那更是党员 我们组织啊 应该关心她们生活 尤其是婚恋 成家立业 成家立业 她们的确应该有一个和谐的家庭 才能更好地突破到工作中 对 根据总部的要求 我们随时准备战斗 不能让这些优秀的清潜苦干 这四个朋友 肯定问最近的西区 他要 Carmichael 在哪儿 эк 海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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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妮 海妮 海妮 美妮 海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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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姐 来呀 来呀 王谈 王旅长 祝贺 高声了 不幸拿我开玩笑了 他可不是开玩笑 他一听说你们扩编程 陆航突击旅 兴奋得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可以理解 搞了一辈子 国产武装直升机设计 终于看到 批量装备这一天了 刚好 你好 我是去年 刚掉到飞湖里的阵委 我叫张晨 张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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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你好 教育养 你的大名 今天终于见面了 看这个大活员 这个是个糟老头 彭教授 您好 你好 你好 盛晨呢 怎么了 他没告诉你们 他现在正在带队 在抗震灾区 执行救援任务 我说呢 这么长时间没联系 这孩子 也不知道打了电话 看你 抗震救灾 肯定命令来得及 到那 有空了 肯定会来打电话的 这次直升机 是激将吗 散将 地震灾区情况复杂 只能派散兵散将 他们呢 是空降救援队 所以啊 接受着光荣任务 气象复杂到 直升机已经降不下来了 高盛海带队 在五千五百米 高跳低开 安全着陆啊 对 从这个高度 跳到地震后的灾区 危险气数非常大 高盛海同志表现得非常不错 是一个真正无惧死亡的勇士 哪里 这也是部队培养的好